再有美國跨黨派即是共和民主兩黨的國會議員 提名六名香港知名的民主人士 各族今屆的諾貝爾和平獎 他們包括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記者何桂南 還有天主教香港榮優的主教陳日君 除了陳日君之外 其餘五個人仍然在關押當中 兩提名是由美國國會 其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參議員史密斯 還有委員會共同主席民主黨參議員 共和黨一開始的選舉承諾 麥卡錫 他講到明只要他一做眾議院的議長 他就即時這樣就會成立這個委員會 就全方位對抗中共 所以這個他遵守他的承諾 他真的做到了 那當然你問這六位仁兄 第一 黎智英 黎智英是一個標竿 第二個是周幸彤的硬正 然後陳日君是一個宗教的長者 現在他在醫院 見完教宗之後回來 病了 希望他身體安好 而何桂蘭他的硬正 堅持自己的原則 黃之鋒受打壓 不知道會不會出來 這裏獨缺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戴耀廷 戴耀廷在兩場的運動當中 他並沒有任何的利益 甚至滅頂之災 也都沒有其他的支援 戴耀廷在雨傘運動 無論是他的理論 在運動爆發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接著去到19年 接著所謂的初選 自己壓了下來 爭取民主 這班人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標竿性人物 這六個 是很多香港人 或者世界 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他們心目中的英雄 那不單止還有大教授 虛名是要的 因為當有虛名的時候 中國就有壓力 但是這堆人 我只見到兩個人 一個叫黎智英 黎智英很有可能 他是要老死獄中 另外一個就是黃之鋒 黃之鋒 到今天 在監獄裡面 依然關心的社會 他不是好像 林景希話頭 喂 林景南話頭 喂 他在坐牢 他不知道的 事實際上黃之鋒什麼都知道 包括張秀賢事件 看到這六個人 加上大教授 就是七個人 是令到很多香港人 很唏噓 我不知道我在香港 繼續生活的時候 有沒有一天 可以見到 黎智英 何桂南 黃之鋒 周幸彤 李卓人 陳日君 更希望 有一天見到 戴耀廷平平安安 身體健康這樣 出回來 無論 他們出獄之後 身在何方 你幾乎人兄人者 都是我一個相當佩服的人 全部都是 節目就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